大家好,我是PP。 大爱电视里看见的慈继志工一样,去抚慰别人,但是毕业后他并没有马上决定参加培训,直到在工作中近距离看见慈继志工的身影,才让他下定决心。 小时候看着大爱台的我,一开始先看着大爱剧场,后来不断听着上人的法语,看着资深慈继志工们,穿着蓝天白云,不断地去抚慰那些天下苦难众生。 小时候的我有一个心愿,长大后我一定要穿上这一套制服,所以在无专时有机会可以成为慈亲,那时的我义不容辞地加入慈亲社。 毕业后的我现在在台北工作,为什么要在疫情这么严峻之下,却还选择出来培训,这一切都要说到手上的这一串念珠。 还记得在去年工作差不多四个月时,那时的我还什么东西都不会,当时有一位慈继志工,他来陪伴的是他的儿子,他的儿子刚好也是我们北区的慈亲。 我会与这一位师姑相认,是因为有一次师姑跟我说,妹妹你是不是慈亲啊? 我说师姑你怎么知道?他说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印记,你手上的这一串念珠,上面印有上人的法相。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,所以开始每天都会花许多的时间更深入的,不止与这一位师姑交谈。 我发现其实与病人交谈的过程中,可以从病人身上学习到相当相当的多。 而因为当时的我还年姿太浅,常常忙到工作必须12个小时,14个小时,16个小时,而长时间的工作之下,其实常常连喝一次水,吃一个便当都是没有办法的。 当时那一位师姑知道以后,常常看着我很疲倦,每天我一上班,他都会拿着一份点心,一杯咖啡,跟我说,今天上班,一样要继续加油哦。 当时的我,虽然说,培训早已在我生涯目标中,但我迟迟没有给自己定下说,我到底要在几岁时培训。 我常常在想,当志工我也可以当一个快乐志工,为什么我一定要培训,但因为这一个师姑,他在医院与我相认,有一次在我忙的不可开交时,有一位外傭跑出来,他和我说了,阿公看起来怪怪的,但我不知道他怎么了。 我一进去看时,那一位阿公已经往生,也已经断气了,当时在长期陪伴阿公的外傭,他瞬间掉了眼泪,因为他不知道阿公怎么会突然这样子,而我们医护人员心里只想着,我一定要把这一位病患救起来时,这一位师姑做了一个相当感动的动作, 他一手就把那个外傭搂在自己的胸怀里,然后把他拉到他儿子的病房里,不断地去安抚他,事后,虽然阿公依旧没有被我们救回他的生命,但这一个故事,我事后不断地去跟师姑感谢他,我说,师姑真的很感恩你,当下帮我们抚慰了这一位外傭,他只对我说一句话, 这就是一直坚持我培训这一年的一句话,他对我说,这就是慈激人所该做的事情,然后也因为这一句话,常常看着这一串念珠,就会想到,就是因为这一念善心,所以我身为医护人员,我必须要去抚慰更多病苦的人,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,信心,毅力,勇气,三则兼具,则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, 培训一年的时间,必须要花许多的时间,投入社区生根,还有许多的培训课要上,其实这对有一些行业的人来说,例如我自己,我在光预驾这件事情,常常就要不断地去跟同事们协调说, 我这个月慈激要上课,你可以愿意让这个架给我吗?那我可以用哪一天的架,来跟大家结好缘,甚至我会让出两天三天的架,我只跟他说,这一堂课对我而言真的很重要,我真的很想要去完成它,而有愿就有力的,终于可以受证了, 因为我的工作,我没办法拍摄许多我的患者,所以我选择了这一双手,这是我的手,还有一位水肿相当严重的患者,当时我们的科别是肾脏科,看到如此水肿的手,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常态, 但为什么会想要特别拍下这一个患者的手,是因为他在住院期间,完全是没有人陪伴的,包含手术时,他的太太,就只短短陪他那手术的几小时时间就离开, 所以也与我们的感情相当的好,从一开始他被插管,后来意识慢慢地恢复,每天帮他整理得干干净净摆一个舒适的位置, 不知不觉之中,这好像就是身为医护人员,我们所希望带给病人的,虽然说这一双手很不像我23岁年轻人会有的手, 因为在疫情之下,我们常常必须要不断地清洁双手,就不希望把病菌再带给下一位患者, 所以我的手时常会洗到红肿破皮,但是在做这一个行业的时候,学长姐都会说, 你手都破了,为什么不带一双手套,我都会说,带了手套就少了那一层温度了, 我觉得能够与病人们有这样子的皮肤与皮肤之间的接触,让病人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, 人家都说,未来科技在进步,我们人类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, 但是我们人类的这一双手所带来的温暖及温度,是这个科技再怎么进步都没有办法被取代的, 明天就是我的24岁生日,我真的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, 我也希望许下这一个生日愿望,工作的这一年来,看着这么多苦难人, 我真的只希望可以达到上人所期许的,希望天下无灾,社会相和, 不要再有那么多的苦难人,然后所有的苦难人,病苦之人,都可以不要再那么的辛苦了, 真的是健康,我们才可以继续承担帮上人担起天下的迷罗,让上人的担子不要再这么的重,感恩大家。 很高兴,看到了,现在社会这一群年轻人,而且是很稳重, 真正的,实在是很令人感动,那一份的用心,爱人,那一种真诚的爱的付出, 真正是很感人,这种父礼真诚的死命,那一种手制混道, 紧紧的握制了那一位长者的手,真的是很漂亮, 也都是每一位在用心在付出,真的是下辉飘准的年轻人, 很有未来社会的希望。 虽然书仪说,她的手因为不断地清洁消毒,变得脱皮红皱, 不像是23岁的手,但是真言法师却说,那双握住长者的手很漂亮, 也看见未来社会的希望,或许每件事情都需要一些信心、毅力、勇气, 但未来的希望,也能够握在自己的双手里, 只要我们能下定决心,有愿就有力。 随时版的正言法师幸福心法,我们下次见。